若要追溯手機遊戲的源頭之一 三肖遊戲想必是其中的佼佼者 從最早的三肖界霸主Candy Crush 到日本結合RPG玩法的龍族拼圖 那有沒有想過 把三肖和Rogelike打怪連在一起呢?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就是 We May Play發行的韓國國民遊戲 Anipam系列的最新作 Anipam Match Life 好吧老實講啦 雖然它說是國民遊戲 我還真沒聽過 所以特地去查了一下 還真滴蠻猛的 最早的初代在2012年問世 僅僅74天內就達到2000萬的下載量 現在全球更高達1.5億次 以可愛的各種動物為主題 系列作更是有Anipam Blaster Anipam Merge Anipam Match Anipam 1 2 3 4 哇塞 不愧是韓國啊 我感覺到被Anipam包圍的恐懼了 而今年2月底上架的Match Life 則是重新結合RPG Rogelike和三肖魚一體的全新遊戲 開場就告訴我們 拼圖王國遭受了巨大的災難 面對如天一般的史萊姆 我們只能靠著三肖來對付它 嘿就是新手教學啦 雖說有點凹 不過這個世界上有存在 靠麻將談判國家大事的世界線 那用三肖來打倒敵人好像也合理 不要下班好嗎 一陣新手教學過後來到了咱們的主畫面 不得不說啊 在最近玩了許多高成本製作的手機遊戲後 一下子還真的不適應這麼簡潔的畫面 但中間的兔子倒是很可愛 欸等等 話說隨我們是兔子 一開始那個穿著巫師袍的小生物 我還以為是倉鼠咧 總之為了抵抗史萊姆們的進攻 我們可愛的兔兔艾妮就要踏上冒險啦 基礎的雜魚黃史萊姆外 馬上就遇到了盾牌史萊姆 可可惡真是卑鄙 在盾牌打破之前是無法給它傷害的 幸好我們手上有把小刀 除了用三消給予傷害外 每次行動完畢還能拿小刀戳戳戳 刀子夠力把這些史萊姆打打後 兔兔就會跟著升級 有三種的主動技能可以選擇 我瞧瞧啊 一個L型可以組成合技 就類似炸彈的效果 範圍大火力強 四顆則能合成卷軸 就是直向或縱向的攻擊 很熟很熟啊 伏特球就比較特別 它是2x2的四顆組成 啟動後就能射出追蹤的飛彈 而這三種主動技能都可以有不同的屬性 那我們就先來個穩妥牌的卷軸吧 畢竟四連也是最容易出現的 打倒更多的史萊姆後 好把小刀升上三星啦 就來到了五連級 快還要更快 最終面對這個彈炸彈史萊姆 嗯不是 這根本就是隻雞吧 不要騙我了 我在隔壁棚有看過類似的玩意兒 算了 他說史萊姆就史萊姆吧 靠著電擊福特和合計的連鎖爆發 直接送它下去 我們吐吐這下才真正的要邁出第一步囉 沒錯 基本上你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這整個 阿妮帕Match Like的玩法 雖然看起來簡單意外底還蠻好玩的 欸我說真的啦 一局大概20到30分鐘 我常常不小心兩三局就過去了 而且因為有Rolek和洛珠的隨機要素 可能第一輪選到的強化不好用 或是怎麼天降都湊不出特殊組合導致敗北 下一輪就歐洲附體 各種什麼雷電陣或是冰霜控場 稀哩呼嚕一陣就打過去了 怎麼贏都不知道 而且整個遊戲的養成很優感 可能原本打不過的就稍微培養一下 發現就推過去了 像是特性這塊 我覺得與其說特性不如更像是你的能力值 可以花金幣提升你的基礎血量、攻擊力和恢復力 而當打過特定關卡拿到的特定石 則能夠讓你的屬性Double或是開場獲得技能 有點像是階段性的強化 讓你面對越來越強的史萊姆們 兔兔艾妮除了一開始手上的小刀 還有各類型的裝備 像是頭盔、手套、項鍊、鎧甲和鞋子 左半邊都是以加攻擊力為主 右半邊則是防禦 武器除了像是小刀 還有大劍、弓箭、法杖 每一種類型的攻擊方式不盡相同 小刀和弓箭就像我們前面看到的 比較針對單體 大劍則是揮舞的範圍攻擊 法杖則是廣範圍傷害 所以說後兩者的威力會稍微低一點 但是可以同時消去面板 讓天降有機會接出更多的特殊區塊combo 我自己反而是覺得法杖很方便 因為後面的關卡 常有一堆木箱和史萊姆擋路 有時候不一定能做出你想要的面板 裝備之間也有差距 但那是合成後變成較高等才會明顯 像是強化特殊區塊或是針對BOSS增傷 那要怎麼獲得新裝備呢? 沒錯,又是抽卡 說是這麼說 但這次是抽卡 倒也不是非課金不可 因為現在通關第三章 就可以開啟7day新手7天的活動 完成對應的任務就有1000顆石頭 全部完成還有S級的錘子獎勵 直接讓你把史萊姆們都砸成泥 新傳家登入也會馬上送500寶石、金幣5000 武器強化卷軸20張 和基礎的冒險者裝備套裝 讓你直接上陣 支援箱除了能鑰匙開啟外 你也可以選擇看廣告 不過我自己就是直接課了一個月 160的月卡就能跳過所有的廣告 玩起來舒適度直接10倍提升 抽到的同類型裝備呢? 就能靠著合成慢慢升階 藍色以上有額外的效果 階級越高特效也就越強 這也是RPG的養成要素 但我覺得就不用急啦 慢慢玩就好 像我才玩3000就已經有3000多顆石頭 可以來個聖騎士支援箱十連抽 這個紫色小刀 砍起怪來就跟切菜一樣 不過我還是希望是法杖啦 之後再純實拼拼看吧 關鍵的Rolek也不複雜 相當的親民 本質上就是紅、藍、紫 也就是火焰、冰霜和雷電 三種屬性的合計、捲軸和福特 三種類型供選擇 火屬高傷害、冰屬範圍大 雷電則是有連鎖的效應 搭配上輔助的技能 像是產胡蘿蔔回血 或者特殊區塊重置這種 有對應到的覺醒類型 還能進一步將主動技能 覺醒到最高等 畫面上打起來可以說是賞心悅目 有時候運氣不好被王幾波帶走 偶爾抽到好的技能搭配 看起來就整個螢幕稀哩花啦一陣 王就倒在地上 發生什麼事我都不知道 如果你玩膩了兔兔的話 也有其他英雄可以選 像這隻狗狗 啊不對他是狼 亨特 就是用福特打中敵人時會有額外的追擊 猴子的孟姨則是能夠發動特殊方塊換色 S級的獅子利歐 則是藉由特殊方塊追加神聖之光 不過怎麼拿到這些英雄 我再來研究研究吧 總結來說 AniPen March Like是一款非常休閒的遊戲 為什麼呢? 因為扣除掉我們提升的數值 不少還是得靠賽 所以課不課金 花不花錢的影響沒那麼大 有時候你搭車啊蹲馬桶啊 約會等人刷個兩局 搞不好卡的關就過了 某種意義上才真的是 手機遊戲的原始概念 讓你沒事玩兩下 啊對 我推薦不要睡前玩 不然我怕一場過一場 一場接一場 就到天亮了 如果對三肖和Rulac有興趣的話 記得到說明來下載遊戲 一進遊戲獎勵領一領 就開始幫史萊姆種族面絕吧 我是T&A 感謝大家收看 有什麼問題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